要再讀取的是Excel 如果讀取Excel的话相对的会比较麻烦 因为它需要额外安装一个东西 装的方法也是一样 另外的话 你说Data Frame能够处理什么事情 底下有非常完整的说明 我发现它基本上就是一个Excel 就是可以做一个试算表 但是说明真的是洋洋洒洒 所以底下我有把官方的连结放在这里 通通在这里 它能做的全部在这里 比如说举凡什么 像刚刚有提到Data Frame的Index Data Frame的Colens 这边都有属性 Data Frame的Values 这边都有 底下的话它能做到哪些事情 能够帮你Copy 它也可以帮你Copy 然后能够帮你找你要的那一栏 比如说哪一个人的资料的话 我们会用到一个Function 叫做LOC 然后它可以帮你Access 就是帮你找到什么呢 EDL 你只要提供给它一个Label 那所谓的Label是什么 Label其实就是那个Index 那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找里面的资料 有点像你要找哪一个人的资料 你可以提供给他 他要 比如说我要找谁 找那个刘小华好了 OK 那刘小华的所有资料也可以把它调出来 就是LOC 至于说如果你假设 不太知道它是怎么操作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点选它 它底下的话有一些说明 我习惯是直接看它的Example 因为看Example 然后直接RUN 反而会比较能够了解 因为Example 就是你RUN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这边有一些Sample 它提供给它也是一样 一个所谓的Value 它有个Value 它Value放进来 一定也是个二维串列 然后一定有个Index 一定有个Colens 然后最后它要取得哪一个人的资料 然后它就帮你列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子 也许 当然里面的方法 它的Function实在太多了 所以有Colens 也许 也不是叫你全部看 就是说你需要 比如说像我刚刚LOC 这个比较重要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还有哪一些呢 比如说像这里面 还有像Tail 最尾巴的 尾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面算 就有点像你抓尾巴的 有点像 Easeo里面的那个Small函数 Small的话就是找尾巴算起来 有没有 但是这个还蛮特别的说 除了可以给正数之外 后尾巴三名之外 它还可以给负数 负数的话什么意思 负数是 正数是从尾巴算 那负数呢 从头算 那这不就有点像 负数就变LARCH了吗 OK 反正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 有些Function即便你不会用 你有时候说真的看一看 你大概就知道这怎么用 所以有时候 这很花时间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看懂这个Function 它如何操作 如果你会操作 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花 比较多时间 就是要找到 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你说像这种坊间书籍 它也没办法包三包 也全部帮你包了 也不可能说把这个 最完整的一手资料 就在这里 官方的 OK 以后怎么变 都是从这边变出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针对 你比较需要的 你去做整理 怎么整理 反正记得 回去可能要把每一个 最好是通通乱过一遍 然后把 比较重要的 把它做一个 笔记一下 这个当然 我有找过 网络上目前好像没有中文的说明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可能还是 稍微K 一下英文吧 OK 不然也没办法 英文也都很简单的英文 不是说很复杂的英文 再不然的话 你是要看 英文看很痛苦的话 不然你就按右键 翻译成中文 有没有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看 马上变中文的 OK 只是说 当然有些地方 它没有100% 帮你翻译 只是 至少 聊胜于无 对 有时候我也这样 揽着看 算了 按右键一下 然后再把它切回来 有没有 两边参照一下 至少 顺便趁这个机会 也把英文学一下 OK 这是一手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个 改成我们要读的是 Excel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一样 把它改成Excel 然后档案的话 负档名就是XLSX 那encoding的话 确定也是要CP950 特别是这个参数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忘了加这个 如果忘了加这个 你就没有index 这边它自动帮你加0到 0 然后到6 这可能数字就会有错误 那最后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应该会产生错误 那错误的地方的话 它第一个跟你讲说 这个 这个好像就 这一行 那这个地方 这一行是 encoding 那我看一下 Excel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读取方式吧 它这边是 哦 特别主要Excel 它encoding 可能就不能用CP9 Excel比较麻烦 它不像 Excel 它有那一件 我们 encoding的话就用UT8 然后一杠的话 SIG 我印象中 不加跟加 我看一下 SIG的话呢 指的就是说 那个UT8有一些 有一些档头 前面会放一些东西 如果你不要那些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加1杠SIG 避免因为 你那个档头你是看不到的 除非你是用那个 NornaPay++去看 或者是你print出去 你会发现有些有 有些没有 那个是 档案开头的地方 会多一些东西哦 那如果你不要那些东西 你就加一个 1杠SIG 有些问题就解决了 OK 这个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这样读取 好,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过了 还是错 看一下 TypeL 它为什么TypeL 有读到这个档 但是TypeL 它说encoding 等于 UTF8 难道是前面的这个 前置字元 看一下 是我们前面没有加 还是一样 encoding把它先删掉 你会发现 这个就过了 所以也许encoding 那个编码方式 你就不用给 另外的话 出现错误 就是说 它扫装这个东西 哪个东西呢 这个叫XLRD 这个东西 所以它叫你说你要用Pype 去安装这个东西 所以一样的道理 可能 如果你要读取 特别注意 读取以SAL的话 还要多安装一个套件 叫XLRD XL应该是以SAL的缩写吧 RD就是Read 就是读取 也就是如果你要读的话 你还要再去装这个 所以相对麻烦 那是code都要emput它吗 试试看 好像不用imput 我印象中不用imput 它好像是由Pandas去imput它的 所以在Pandas里面imput 而不是在我们这边imput 如果你再把它imput 有点像多词一曲 它已经imput了 你又再imput OK 所以这个地方 安装的方式一样 就是一样到这边 因为我刚刚没关 所以把向右install 有没有 然后把刚刚那个东西复制之后的话 按右 就是在pipeinstall 后面按右键 然后按enter 这个时候就继续安装了 OK 那装起来之后的话 它有 successful 我刚刚有同学问我说 他那个有讯息说要不要upgrade 其实不用upgrade 把它upgrade反而有问题 目前 因为你upgrade也没什么意义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run一下 出现了 但是我刚刚有把那个 我的index column 那个叙述拿掉 所以它会出错 所以痘点 这个一定不能少 index底线column 等于0 一般是记0就好 因为force就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以后有0 你看到那个程式里面是0 我通通改 如果是force我通通改0 true的话一律改1 所以很好记吧 true force OK 以后开关 像有些开关上面会有0跟1 你就知道1就是开 0就是关 有些人搞不清楚 明明上面不是有写 我一看就知道是开跟关 有些人没有 上面又没有开跟关 可能我已经习惯了 我一看到1就是开 0就是关 OK 所以其实在程式的世界里面都一样 哪一种语言都相通的 你如果vba 有没有 你写0跟1也是一模一样 esl里面0跟1有没有 1也是true 0也是false 所以java里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都习惯用 因为少打很多字 OK 所以以后你如果你看到 我很多地方为什么都用0 那表示就false OK 好 执行一下 那结果如果OK呢 应该OK了 所以跑出来了 所以刚刚的地方 特别注意 在esl 你可以不用加incoding OK 不用加incoding 反而加的话 反而有问题 没加就OK了 试一下 这个我们先 先讲到这里好了 1 2